大家好,我是紫禁城下的胡同 在《走访胡同》中,遇见了这位人称巨爷的文文文家 老爷子今年78岁,退休后十多年一直玩这些老北京人喜欢的葫芦罐 这些玩意儿也是咱们老北京文化的一种传承 今儿就听老爷子给咱们讲讲荆山之道 这言谈局制当中就透露出咱们老北京人的那股劲 您那还弄点蛆蟹罐什么的呢 北京的人就是玩物 因为我一看这窗户这有这个 所以就想跟您聊会儿 我把喜欢的东西变成 我过去开过一个店 你还开过店呢 在哪儿啊 我在实力活干过 我在那个瑶禄干过 我在郭月娃干过 呦,干过不少地儿呢 我说您怎么好家伙 我怎么能砍呢 是这一种 对 把你都是给钱得穿到我的 我不砍,你能服吗 我一看,您一看就是做做过这种买卖 没做过买卖,能这么砍啊 你觉得是这道理吗 是道理 真是是 没错 你查是查是 你问上我们老大伯说有一个我印象特身 那个铜子型 铜子的气形 嗯 应该叫鲁关锤 哦 气形叫鲁关锤 哦 人家说这个抹子 抹子多钱啊 我这抹子多钱 老大伯就给人耕着 说这不叫抹子 这叫鲁关锤 嗯 然后我当时我就给人一台筋啊 我这一捅成都是鲁 然后我就批评了 你呀不要让人家不扔 没错 人家穿上的兜里像串串的 哈哈哈哈 穿上的兜里你就让人舒服 哎 人家是买主 对 你说是人家是买主人家不高兴了 你起码来说你这一说 他绝对丢面 哎 我他妈挺懂的 啊 他给我一棒了 啊 我不买了行不行啊 哈哈哈哈 所以说这个人是这样跟我们一样一进门就是 他都是不是买主 他一摸着嘟就知道他是有什么气 能看出来吗 就慢慢的慢慢的摸索 对 其实我不管那时候我也没带 我在工厂里一直 一直我在正着墓 一边行的两个就是写东西 哦 好宣传呢 嗯 一看你一看你有宣传的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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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有有有 你现在已经跟我们煽动了已经 哈哈哈哈哈哈 我得先买你们给煽动了 我能煽动到 对对对 嗯 您这个升错实在了 要搁的现在实在您可了不得 啊 我说这个这个实在你吹的实在 啊 对对对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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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这个说西里我完全不管你比如我败队一样 实实在在的 我说说你去跟人交通的时候特写了实在 但是我也透着脚滑 确实这样 要不然我全实在了 我还在不在 这无间不伤啊 这是在论的嘛 我是为啥被挣钱吗 我也是伤的 我要有利 但是你比如朋友来了 我可能不挣钱 没错 一律不满 对 我说我蒙别人的不 你给我 我能给你 我有原则 对 是这样 所以我在圈里 我这还可以 您是不是还这圈里挺有名的 没没没没没 户口本很有名 哈哈哈哈 要几个呀 还真行 哎呦这老爷子 这脑子现在真 您这可脑子可可真轻重 真是 迟来吧 这哪这哪像七十八的呀 不像 这八十六 没有 像十八的 哈哈哈哈 也不行了 确实脑子就不行了 嗯 你还签个时候还可以 还可以啊 我觉得还可以 嗯 这也丢三辣四辣 我想 四人一大了可不是吗 说话跟人高速也少 嗯 往上找一个高速的地儿 是吧 跟人砍了砍 嗯 你就批判着听 嗯 哈哈哈哈 就知道你找的过了 哎对 嗯 真挺好 没事我们就过来跟您聊聊 欢迎欢迎 没事过来跟您聊聊 把您的那个过去一些故事跟我们讲讲 嗯 那故事 行吗 真的 没问题 好吧 啊 完了那个没事我们就过来溜嘴圈 行欢迎我还管茶 好 你们刚做了还管饭 嘿 你看那我们更爱来了 在一块做买买的互相串户 嗯 按按我们行里的规矩 我应该给他卖一样东西 或者再卖一样东西 他要给我10%的利润 哦 不是利润的百分之 整个的销售收入的 嗯 流水的 除了不除了没好 不要 都这人 他这帮人都治我的毛 好 那您还真是 口碑好 挣钱不挣钱 不再筹30年 啊 还真是 先胖不叫胖 后胖压他胖 后胖也胖不了 哈哈哈 人一分在那圈里边 还都是制造女的年 对吧 是不是口碑挺好 锯爷 叫什么锯爷 口碑还 哦 哪哪哪个锯啊 别什么锯了 都拌绝了 哈哈哈哈 哪个锯啊 就是锯就玩了 你去 哦 哦 哦 你姓锯呀 我都去 哈哈 玩就是一块玩 也是一块玩 咱们从这个玩 慢慢玩 玩大了 嗯 就看了个这 再一点退休也没什么事了 对 那你也干了十几年 十多年 是吧 给家里边挣了点菜 可不是挣太钱 我觉得你看老伴这么高兴 肯定挣不少钱 你要不给人家他能乐吗 就是啊 现在你看那老伴老用崇拜的目光看着你 崇拜什么崇拜 那钱都崇拜的钱 是这么回事 对 哦 你光花一点的你只是许孝阳开 哦 这种快感 明白了 你说你爸这张家里拿这个 嗯 人还一毛病 有时候直接 我直接就给他 哦 我要钱的也没用 哦 我又其他的恶习也没有 哦 真是 没有 没有什么都没有 嗯 我就没什么用 明白了 就抽点烟 过去老北京人做生意呢 还是很讲究的 基本不悦孩 一件东西呢 咱们给做精了 你像做鞋的那连生 做帽子的马晋元 不像今天 哪个好卖呢 就马上有人去抄袭 第二呢市场乱了呢 谁的生意都不好做 下一期呢 我们将播放老爷子收藏的一些真品 敬请关注和期待 今天就到这里 对此你有什么感受 欢迎留言评论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